大家好,我是景律师,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的讲座 今天的讲座的大题目就是关于如果要请律师,要怎么选律师,要怎么找律师 今天为什么我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最近有好几个客户转到我们事务所 就发现他们其实请了律师,不做他们的方面,法律方面 或是他们就是找错了律师,不满意他们的服务 所以这个今天的讲座其实就是不是关于一个法律方面 而是就是为大家如果需要律师的时候,要怎么去找对的律师 所以先简单介绍我们的团队 我们第事务所有三个律师,有景律师,师徒律师跟张律师 我们三位律师都做不同的方面 我是做房地产商业和房东房客法律 师徒律师是做遗产规划跟车祸的案子 张律师就是主要是负责移民方面的方面 所以如果有任何人听这个讲座需要法律服务在这个这些方面的话 尽量就是鼓励跟我们联系业资讯区的时间 好,那我先要开始就是提出就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在美国律师是主要是做什么东西 因为我发现在我们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很多华人是刚从大陆或台湾移民到美国 是在大陆国内或台湾长大的 也没有就是遇到很多需要律师的机会 然后移民到美国的时候就发现在法律上、文化上、语言上都有可能都不知道 而就是有可能遇到什么纠纷 或要怎么法律的纠纷要怎么处理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就问我,哎,警律师 那个律师主要是做什么事情,对不对? 他们是为什么我们社会需要一个律师 简单说,律师就像医生一样 医生,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解决医疗上的问题 对不对?你如果健康上有问题啊 或是生病了啊 就去看医生,医生就是会开药给你,把这个病解决 对不对?律师在我们美国社会里 主要就是解决社会的问题 包括在这个解决社会里的问题 也有包括就是保护客户不要遇到任何法律上的问题 OK?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的 为什么在我们美国社会上有这个律师的需要 OK? 那么你要 医友遇到你认为是有法律的问题 你需要就是找对的律师 在美国就像跟医生一样 医生有做不同的医疗方面 对不对? 有专门就是开刀医生 或是专门是 然后 呃 看看不同的病啊 这等等这些东西 律师也是一样 有做不同的方面 就像我 我只负责是房地产 跟商业 法律 对不对? 我的合伙人 张律师 他是处理移民的方面 OK? 很多就是客户就认为 你请一个律师 他们就认为 就知道怎么处理 所有的法律上的问题 也不对 因为你要知道 在美国 从法学院出来的时候 OK? 法学院里面 没有教律师 所有的法律 只有等等 开始工作的时候 律师才会开始 学习真正一个专业 在这个律师法律里面的行业 OK?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先搞清楚 你一遇到法律问题的时候 你要找哪一个律师 找错律师 就会影响你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那要找律师的时候 很多就是说 请律师 我要去哪里找律师 你要知道 你要知道律师有好有坏 就像医生一样 有好有坏 你要找好的律师 那要怎么找好的律师 下一页 我们在美国有几个网站 这些网站都是有提出 就是一些律师的记录 或是律师几千的客户 有没有讲一些什么 他做的 以前替客户做的一些事情 或是客户有没有去写一个review 给这个律师 OK? 我们在美国最大的公司 就是这个 我们叫Avo.com A-V-V-O.com 如果你去他们的网站 你就可以按照你住在哪里的地区 OK? 然后按照你认为是哪个方面 需要哪一个方面的律师 就可以找到一个律师 你也可以提出什么不同的要求 像语言上的要求 对不对? 能够说中文啊 或是英文啊 西班牙语啊 这些东西 你都是可以用这个网站 来找个律师 还有其他的网站 大家应该都知道 Yelp.com Yelp.com主要是餐馆 你如果要去找个餐馆的话 Yelp是最好 可是有些律师事务所 也是会在Yelp登广告 也是会有个Yelp的网站 OK? 也有个网站叫lawyers.com OK? 最后的这个网站 calbar.ca.gov 这是一个政府的网站 每一个律师在加州 必须要有一个号码 有个驾照的号码 OK? 你找一个律师之后 你可以用这个号码 去在这个网站 查出这个律师的记录 基本的资料都可以到这个网站 查出 那我找律师的时候 你也是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如果这个律师有这个 我们叫mal practice insurance 就像医生在美国和加州 你去看医生 法律有规定 医生必须要有保险 OK? 就是万一 医生做错了什么事情 OK? 你可以告律师 真正 你可以告医生 医生真正是不是会从口袋 去赴你赔偿的数 不会 而是他的保险公司 OK? 家中没有个法律说 律师必须要有mal practice insurance OK? 其实很多律师 我认识的律师 其实没有买这个mal practice insurance 因为他认为 他不会做错什么事情 这个很危险 也对客户有很大的影响 因为 每个律师没办法控制 会不会做错什么事情 对不对 有时候就是不小心 做错了什么事 或是要有开庭 可是忘记 有没有没有把开庭的日期 放在他们的calendar里面 然后就错过这个开庭的时间 对不对 有这样子发生过 那如果 客户的暗示 有不好的影响的话 客户是有权利可以告律师 说你做错了事情 OK? 那就像医生 就像医生保险公司 会出钱赔赏客户 一样 如果律师有保险的话 保险公司会出钱赔赏客户 如果律师没有这个保险的话 那几乎你就是要看 这个律师有没有把财产保护 OK? 因为你只能就是 对律师的财产 所以这是很重要 这个是一个问题 大家 你找到律师的时候 就是需要问 如果他没有这个 malpractice insurance的话 他们在这个代理合同 等我那个代理合同 我会解释 需要提出说 我没有这个malpractice insurance OK? 刚才我又提出那些网站 你看那个alvo,lawyers.com,cal bar 很多就问 但请认识你的这个alvo跟california bar association的那个那些记录是怎么样 好,我让大家知道 OK? 在最左边的那个attorney license profile 这个就是直接从那个california bar website的网站拿出的 OK,这就是说我在哪个公司 就是我们的公司,对不对 在哪里?sandia county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法学院 OK,这个都是有列出来 中间的 OK,就是我的alvo的记录 OK,这是之前有客户就是如果想要提出他们的意见啊 关于我的代表的方式啊 或者是解决他们的案子 他们就是有机会在这个alvo的网站写出 然后可以就像药皮一样 可以给一个星 两个星 五个星 如果他很满意 OK 自从我做这个presentation的时候 有好像是有二十六个给我五星 然后好像有一位是给我一个星 这算是比较好的一个记录 可是我可以跟你说 做律师是很辛苦的 没办法就是每个人 就是每个客户都很满意 那当然就是有一位就是不满意 然后在这个最右边的照片 就是那个有alvo rating啊 跟我的这个alvo的那个网站 所以这些东西你找律师的时候 都可以去这个alvo的网站 去查出这个律师看 OK,有没有以前的律师 以前的客户有没有写什么不好 他这个律师做事方式的不好的地方 我好的地方等等 然后你自己做一个完成的调查 然后再悬念要不要请这个律师 好,下一个你找到律师的时候 我约了咨询时间 大多客户在我找的时候 都是会问收费方式 所以我要按照这个机会来让大家 就是多解释我们这个律师收费的方式 OK,几乎在所有的律师的时候 不管你是去哪一个律师的时候 有三种收费的方式 OK,第一个叫contingency fee 第二个是hourly fee 第三个是flat fee OK,contingency fee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有个打官司的暗示 这必须是打官司的暗示 OK,你是原告 你打赢了或是有和解 律师才可以从赔赏的和解数目 或是打赢的那个数目 抽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 OK,现在我也看到五十、百分之五十 所以假如你赢了一百多万 如果你答应说赢的部分 律师可以抽百分之三十 那你就从这一百多万要扣下 给律师三十万 就是这样子 这种案子是很多客户 这种算费用的方式 就是很多客户想要有的 没有个客户想要付律师 去打个官司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律师费是很贵的 第二种方式就是 那个hourly fee 这可能是很多客户会常遇到的 就是如果你想要打官司 或是需要写个文件 或是需要资讯 都是按照时间 律师为什么都是按照时间 或是喜欢按照时间 那当然就是如果客户 假如说客户就是有很长的一个案子 那他几乎就是每个小时 就是可以一直可以赚钱 所以很多客户不太喜欢用强势的方式来算律师费 可是很多律师就是比较喜欢算这样子的方式 那hourly fee 因为这个其实有差很多 我从我开始的时候 到现在我都有遇到 律师hourly的费用 最低的我看到是一百多块 最高的我也有看到是一千块一个小时 这个都是看你找的律师的经验 跟地区 我会举个例子 我给一个example 我有很多客户在洛杉矶 转到我们事务所 洛杉矶的律师 可以跟你说非常贵 尤其是比较专业的 尤其是打官司专业的律师 他们的hourly fee就接近500 有些超过500 per hour 非常贵 在洛杉矶的 律师就是比较贵 然后再转到San Diego San Diego的地区 其实律师费 跟洛杉矶的律师差很多 平均来说一个小事务所 到中事务所的话 就是差不多200块一个小时 到400块一个小时中间 所以其实为什么很多洛杉矶的客户 都是 我们事务所 转到我们事务所 是因为我们算是 我们的费用是比较少 所以第三个就是收费的方式 就是flat 我们叫flat fee 很多移民律师喜欢包价 有很多客户就是说 好可不可以给我包价 就是我们所说的flat fee 这种比较适合用flat fee的就是 就是律师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解释 通常诉讼或打官司不会用flat fee的方式来说 为什么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对不对 很多这些案子没有打到底就事先就已经和解了 OK 很多次如果你答应说好我给你包价 可是律师就马上就可以达到和解 对不对 那不如你花了一万块 可是律师只花了一个小时就和解这事情就结束了 那不是你就花了太多的律师费吗 OK 所以为什么很多都是不知道有就是有个结论 所以他们就用这个时间算法来收律师费 OK 那就是我想要提出 每一个人不想要付律师费 没有说我自己也做律师也不想要请律师之后 我最讨厌就是付律师费 很多人不知道 可是很多他们的公司就有提供法律保险 OK 我知道在San Diego Qualcomm Intuit 那个加州大学San Diego 还有其他比较大的公司有提供 就是包括在你的薪水里面就已经有帮你买这个法律保险 OK 法律保险就是目的就是如果你遇到纠纷 或是需要请律师 这个保险就会出钱帮你找律师或是替你付律师费 OK 很多都不知道 很常遇到尤其是家庭 都是需要注册一个信托 注册信托 很多这个法律保险都是有包括在里面 你可以就是通过这个法律保险找个律师 然后注册信托 然后这个法律保险就直接就会付给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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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 这个就是像我们所说我们有健保 对不对 我们买这个健保保险或是公司有提供 说万一我们病了或是需要去医院啊 保险都是会出钱 对不对 就是这个就是跟这个医疗保险 跟法律保险就是一样的目的 一遇到什么问题或是需要律师的时候 他就会出钱帮你请律师 OK 所以你要请律师的时候 先打听你的公司有没有帮你买这个保险 因为我遇到很多人 没有不知道 然后请了律师然后就太晚了 对不对 他已经交我交了钱 OK 很常遇到就是那个我们叫Arag A-R-A-G C-L-C 或是Legal Ease 你如果替Google工作的话 他们是用Legal Ease 所以我先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子的方式来付律师费 好 你找到律师的时候 通常事先会约个资讯时间 OK 这个资讯的时间 就是你第一次会 第一个就是跟律师在电话沟通 或是见个面 这个资讯的时间 我让大家知道 是你的机会 给律师讲你的案子 讲为什么你需要 要有一个律师 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这也是一个机会 让律师做个决定 要不要接你的案子 OK 所以有些东西 我是 像如果有人跟我约资讯时间的话 我都是会看 这个客户有没有准备好 如果这个客户一到我们办公室 或是打电话 我就说你能简单解释你的情况是怎么样 对 然后他就是说了一大堆没有准备好 没有写下来 没有问对问题的话 我就会认为他不认真想要认真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当然就是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你是要了解 这是也是律师的机会 去选你要不要接这样子的案子 还是不要接这样子的案子 OK 我都是建议 OK 你能够带来所有关于这个案子的文件 OK 这个是很重要 写下来什么问题啊 OK 然后就是写下就是一个summary of你的problem 对不对 从哪一天开始 对不对 什么时候开始 什么时候发生 对不对 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记得住 因为律师会需要知道这些资料 你资讯之后 就会然后决定说好 我要请这个律师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律师就会发给你一个 我们叫代曆合同 这个代曆合同 OK 就是会解释 律师会做什么东西 费用是怎么算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个合同里面就是会解释这个 OK 加州法律是规定 如果律师 给你的服务 的费用 没有超过一千块 就不需要提供一个代曆合同 OK 超过了一千块就必须要提给你一个代曆合同 好的律师通常不管费用是多少 都是会给你一个代曆合同 OK 因为要讲清楚 真正我要替你做的是什么东西 OK 只包括什么东西 费用是什么 讲得很清楚 OK 这个我拜托大家 你一收到这个还有代曆合同 你要看 OK 你不要就是签个字 闭着眼睛签个字 就用很多 因为我有遇到很多律师 写了一大堆在这个合同里面 客户也不明白 然后每个月的账单就收到 然后就是为什么律师费那么高 果然因为那个律师就在这代曆合同 又加了很多其他的费用 都 那我客户都不知道 OK 在加州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法律 OK 就是加州的这个California Civil Code Section 1632B6 OK 这个就是指定说 如果 OK 这个你跟这个律师用 就是不是英文来沟通 假如你跟我资讯 我用中文来跟你解释这个法律 跟解释我们的费用 跟解释我们的代曆合同 你就有权利要求一个中文版的代曆合同 我必须要提供给你一个中文版的代曆合同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其实我们是我所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很多客户找了 也是找了一个老中的律师 也是用中文来沟通 可是这个律师没有给他们一个中文版的 这个代曆合同 OK 律师如果没有给你一个中文版的代曆合同 可是你都是跟律师用中文沟通的话 这个代曆很可能是无效的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就是 清楚 这是我们常常遇到的问题 OK 所以在这个代曆合同里面有什么东西你们需要就是 就是看或是问 除了律师费还有其他什么费用 这是很大的 因为打官司我可以跟你说 除了这个律师费 还有什么法庭的手续费 还有service process fees 还有很多拉里拉扎的费用 你要问清楚 跟律师问 除了这个律师费还有什么其他的费用 我是有责任要付的 OK 利息 很多律师事务所为了因为很多客户就是一直拖了付律师费 他们都是加进说 如果你没有按时付律师费 没有付的律师费的部分可以加利息 OK 有几个律师是比较大的在洛杉磯律师事务所 我都认识 他们就是会加这样子的条件 都是合法的 OK 可是你要知道有这样子 OK 因为很多客户就说 我如果知道了有这样子的利息 我当然都是马上会付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你要问清楚的 我们事务所通常不会放这样子的条件 可是有一些律师事务所是会这样子 OK Billing Statements OK 传统来说 每个事务所都是每个月都是会发个站单看 然后这个月我花了多少时间为你的案子 然后你可以就是看 花的时间是多少 可是你也是要看 搞清楚的是 每个月会发每两个星期啊 每两个月啊 这些东西 你是要 所以你会知道你会什么时候收到这些账单 因为你没有收到这些账单的话 你可能也有利息在这上面 Client Management System 一个事务所通常都是有好几个案子 对不对 有很多如果像我们的事务所 我做打官司的方面 都是要上庭啊 要跟对方约时间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是用一个Software来管所有的客户的案子 对不对 因为不可能一个人就记住了所有的该上庭 什么时候上庭啊 什么时候什么开会啊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你要问清楚我们的做事方式是怎么样 因为你不要请的律师突然会忘记有你的案子 对不对 然后最后的就是Malpractice Malpractice insurance 就是刚才我提出的 就是你要问清楚这个律师 有没有这个Malpractice insurance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什么法律问题认为有关于就是房地产 房东房客或是商业或是我两个其他合伙人做的方面 我尽量你可以就是打我们的办公室电话 约一个时间 很多人认为就是 警律师你为什么没有就是我打电话 为什么都是要事先约时间 我就说你去医生的办公室 你能不能就是随便就进他们的办公室就可以看到医生 然后你都是要事先约 我们都是有很多其他的客户 你不事先约的话 你到我们办公室我可能不站 或者我再跟其他的客人就是见面 对不对 或者我在法庭 所以我们都是要求事先约咨询时间 你要跟我在微信我联系也可以 可是我也是会说你能不能先约个时间 我再跟你联系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